这手牌是Dustin在COA起的一个Open Mariano在抓位拿到了99 刚才Andy的99翻后直接件俩帽子 来看看这手牌99怎么说 这手牌翻前Mariano的99选择的路线 也和Andy刚才的99不一样 那这一次Mariano集中了SET9 Dustin90勾圈两头摇 Dustin持续下注 他的持续下注打得就比较重 他在1600的底时下注1300 Mariano会不会直接就拧 尽管对手在翻牌圈的下注比较重 但是这个底时相对比较小 他只是一个翻前的Open底时 那Mariano在翻牌圈就开始造识 Dustin中注被暴力加注 但是他的始终还是在靠两头摇 来看转牌 这个底时瞬间膨胀 转牌一脚着 那到底是这手99好呢 还是刚才Andy的99好 刚才Andy99没中 有帽子 翻后直接走了 这手牌中了 好像还走不了 在Mariano视角里 他也许会把Dustin放在更多的成牌 靠上面的位置上 比如说对手的A圈 对手的超队 他可能想象不到 对手会在这个牌面上 打一个重注 还能去靠他一个比较大的Race 居然是一手两头摇 Mariano在转牌继续下注 这个Y在他的视角里 应该是奔着打光而去的 结果对手率先All in 将军 Mariano靠住 这边Dustin选择发两次 那我们来看看 两次能不能帮到Mariano 54条9 来看看第二次 还有没有 第2次没有 那两个人chop了 甚至我都感觉 就刚才那手牌 Henry在翻前 他是在抓位 他在抓位面对Dustin的Open 他那个牌并没有很好 但是他还是三逼打人家 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小看了 这个小老板玩家 那这手牌 迈克 A勾草花 做了一个4bet Ribon的2-2 应该是可以走 那Henry呢 Henry和迈克 两个水鬼 两个人都想秀 那这手牌倒是不需要秀啊 这个手牌质量都是比较高的 来看翻白 10 A勾好家伙 中了 全中了 迈克欣说 哥们这手A勾翻前4bet 秀不秀 直接A勾顶两对 打死你的Henry 底持11000 后手16000 那这手牌必打光 迈克第一枪打得小心翼翼啊 生怕对手跑了 这手牌两个人会眼来眼去吗 这个后手不多呀 最多就在翻牌演一下 有可能翻牌就打光了 有可能是在转牌打光 Henry在想 我怎么着能别吓着他呀 Henry还是对迈克去做了一个加入 一个很小的Race Henry是想把对手打得尽量往里面套一点 因为这里实时 转牌也有很多的牌对他不好 出方片呀 出单张顺呀 那对于迈克来讲 他肯定是希望打光的嘛 迈克 那Henry秒靠 两人在翻牌就打光 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手牌 最终是两个人客客气气啊 Henry选择了一次 现在亮牌 迈克 A高 Henry赛 那迈克是不是又要转身补马了 这手牌是真正意义上的cooler了 打到目前为止 大家的输赢很大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cooler 但是这手牌撞在一起 在核牌 迈克能不能牛二附体 两对追葫芦 哦 核牌追上了 那只能说Henry还是倒霉的那个人 那迈克 被这个迈克刀下留人了 本来这手A哥遥遥落后就要被抬走 但是核牌就他回来了 达斯星在嘉义位置的79草花 将将做3B 三人的3B底持 翻牌A9 A9将将击中了名三条 达斯星又档克出来了 确实很老板这种打法 很娱乐 将将跟住 迪伦的10-10 他来了 他来了 转牌不会有10吧 我转牌就来了 不是迪伦这什么运气 达斯星在转牌 他也得到增强了 他在6000的底持 再来一枪 4000 达斯星更多的好像就是 他在关注自己的牌 因为他 他虽然在转牌得到增强 但是他应该也去想一下 那A9的牌面 两个人去靠你 人家两个人什么牌 人家有A 不可能被你打掉的 在这里江江还在靠 Dylan Dylan Race来了 这手牌 达斯星和江江 在各自的视角里 都是很强的牌 达斯星刚才是 缝过一手 带队听花 这手牌 他又缝掉了 就是非常不连贯的 这种行动线路 你这么强的牌 但是你缝掉了 尽管这手牌 确实我们在相机小看 对手有负号子 你没得追了 但是 打法很奇怪 江江的A勾呢 A勾能跑吗 江江江 江江刚才 巴士 负给了Dylan 在合牌的半时下注 这手牌 如果在转牌 不跑 那可能A勾也就跑不了了 这好家伙 每场排局都有一个人 让大家受不了 下次Dylan进持 提前受不了 我看着Dylan的 有很多 很多 Dylan 如果是 可能 人们可以开始 想到他 他出现了 他不是 低了什么样的牌会这样打 这个牌面可能有的超强听牌 就类似九叉草花 而哪怕是九叉草花这种牌的话 因为低了他毕竟不是一个常客玩家 并不是一个职业牌手 哪怕有这种牌给到他 他会打出这种操作吗 对于江江来讲 低了有没有可能有偶尔普雷的A 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A A8以下的踢脚 他会这样打吗 江江这手牌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气牌 也是服了 信了 翻牌七八圈 安迪顶对顶踢后门花 安迪在翻前是在大忙外选择的 冷尻了马达诺的三逼 那翻牌没人说话 转牌 三条红桃 达斯英手握红桃A 达斯英又要主动说话了吗 那有没有可能这手牌又被安迪收下来 达斯英打了个一百块钱玩呢 七下子底十下注一百 马达诺 马达诺 你多打点 我都走了 你打一百 这不恶心人吗 这是达斯英逼着马达诺去做这个操作 这手牌并不是马达诺在讲什么故事 就是我没办法 你打一百我负了 我这个pro的脸往哪搁 那安迪顶着顶踢 安迪靠住 那达斯英红桃A 红桃A不能走吧 也说不好 真也说不好 又要负看动作 这牌红桃A确实是很难走 靠住 毕竟这个牌买到就是NAS嘛 你看盒牌 盒牌没出来 出了一个攻队 安迪仍然是顶着顶踢 但是这手牌安迪能不能收下来 现在还不好说 因为马达诺还没有做动作 马达诺在转牌是被逼着做了一个操作 那盒牌要不要放弃 在马达诺调里边 安迪的范围可能没有很强 因为安迪只是在翻前去选择冷靠三逼 而翻后他没有做过主动的下注 或者说做加注 他只是在过牌在跟住 而达斯英红他又是一个之前秀过几手 相对比较紧的缝牌的选手 这手牌马达诺 有没有可能胆子大一点 去偷两个人 但是自己的手牌没有阻挡 这个故事讲出去也比较生硬 你翻牌没有去做时局下注 转牌出花 你做瑞斯 那你大概率讲的就是好像 你类似个铜花之类的牌 那合牌出攻队 还不怕 这个故事其实也是相对 不是那么合理 但是马达诺这里没办法 马达诺在合牌 两万一打了个一万二 与其把难题留给自己 但我自己来想 我要讲一个什么故事 不如我打出去问你们 你们觉得我在讲什么故事 安迪顶着顶贴 他可能也看不太懂 对于安迪来讲 其实他的顶着顶踢在转牌也是定型了 那既然转牌靠了 合牌打的不中 是不是还会去靠 结果安迪转牌 没信 合牌走了 那最好的牌走了 第二好的牌还在 达斯昀说 我觉得我 我的牌是好的 对 你觉得没毛病 你现在只要靠进去 你就可以收下这个底蛇 这种牌不会是圈走了 拿A嗨给他抓了吧 达斯昀打法比较随机 无法去预测他的动作 我这种牌要后吗 一念之间 拿筹码了 这个牌 红桃A抓机就太秀了 这太离谱了 这个动作 这个牌其实红桃A 绝大动作几乏 你没有靠的选项的 你可以去瑞斯 但是达斯昀放在 那马人都长出一口气 一手绝命Buff 把两家都偷飞了 人帮在墙口位的 七十方片 马人都还在位置 K6黑桃做3B Raymond刚才 就是差不多的位置 是这个6-6 进去就集中赛 那这手牌七十方片 仍然是靠3B进去了 翻牌 翻牌10-10K 那这手牌两个人又都中了 又是Raymond三条 马人都顶对 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名三条 我们来看Raymond 正常来讲 这个牌还是要先过牌嘛 但是这一次Raymond不走寻常路 我刚才过过过 你不打 那这次我来打 翻牌2,2,2 0打2,000 马人都顶对待后门 跟住 哟 转牌Raymond 四条 Raymond怎么办 而对于马人都来讲 对手比如说勾圈呀 对手买 红桃的牌呀 是有可能在前卫去对他做档克的 在这里Raymond再转牌四条 6,200的底时 这是打了多少啊 打了个7,000 超时马人都的K还在靠 合牌 行马人都也中了 马人都 三代两对 Raymond在合牌 一个超超音 这手牌对于马人都来讲 他在转牌并没有相信Raymond有时 你转牌信有时的话就不会去靠这个超时了 那现在合牌Raymond 反正我超时的故事从转牌开始讲 转牌超时 合牌超超音 你不信 你来不来 这手牌我觉得和刚才那手66放在一起看着很有意思的 66是蹲蹲蹲蹲到最后 没吃上特别多的价值 那这次 直接我反过来 我就框框框锤 打就往大鹅打 两个人现在都是在战略游戏没有黄点的阶段 马人都刚才 顶多Full给过Raymond一次 这手牌K的Fullhouse 还要考虑棋牌吗 还要考虑棋牌吗 长颗的算是职业玩家啊 Henry Mariano 以及Andy 那Henry现在已经很疯狂了 这个Andy Andy可能他 就是在这个底池里边没有太多的撞牌啊 但是他有几手牌 尽管他收下底池 我觉得他也挺上头的 比如那个打死性凤尾 他能带着天花 那手牌 Andy是有机会吃更多的 那现在到了Mariano 轮到你了 Raymond也不是说没有操作 这手牌Mariano 靠了 Raymond 秀出那刀 这手牌Raymond 吃麻了 那这手牌是麦克在大盲位拿到了KK 那这边打死性还在复盘刚才那手牌啊 就哥们那手转牌合牌 连续过牌 帅不帅 那这边麦克大盲位的KK 四百打到五千 Raymond最近这一段运气不错 他总能在翻后 集中一些大牌型 那这手七七 要不要去撞一个Sight 不过价格是有些贵的 他只割了六百 而且Henry这手牌 还不一定会让Raymond 直接看到翻牌三张牌 如果他跟住的话 那七七走了 Henry九钩 三逼靠四逼 翻牌四九钩 Henry进入了九钩两段 这是两个人第二次对抗了 两个人一对抗就是两对 然后上一次是麦克的A钩两对 碰到了Henry的Sight 不过那手牌在合牌很神奇 麦克反超了Henry的Sight 那这手牌麦克超对 又遇到了Henry的两对 翻牌一半的底蛇 实际下注六千 后手并不多 这手牌很有可能在翻牌 或者转牌就要打光 Henry在翻牌 蹲一下 那看转牌 转牌麦克在前卫 有没有牌能够帮到他 草花二 草花二 还行吧 我们来看麦克怎么去打 就对他来讲 如果他觉得草花二比较吓人 也许他会选择过牌 但是过牌 他也不一定会弃牌 这张草花二看起来 可能没有帮到麦克特别多 我觉得只有转牌的A 会让他 更加下定决心 放弃这个D10 或者是 勾可能会看起来更吓人一点 麦克直接all in Henry 秒靠 麦克一开始问Henry有没有种花 Henry说我没种 然后Henry说要不发一次吧 结果他刚说完就说你想发两次吗 于是两个人选择发两次 麦克看到就选择九勾 可能他想来想去没有想到对手是这个牌型 因为他一直在担心牌面上的铜花 这边Henry说 chop就行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麦克会不会被青台 哎呦 赛特碰两顿 这两个人就是要赛特碰两顿是吧 麦克又一次在悬崖边被救回来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还有一次 这次有没有二或者四的公顿发出来 安迪的表情有点意思 想笑又不敢大笑 来看第二次 出什么了 第二次又是一张K 两张K Henry也服了 服了 这边麦克表示 哥们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太不好意思了 这个晚上麦克连续突破这种方式 反超Henry 结果他的牌本身是还不错的 但是确实你在翻牌圈 或者说确实你在all in的时候 你都是遥遥落后对手的 但是你怎么发都能赢 麦克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日子还想过呢 Magic别这么搞啊 你让我拿命玩牌是吧